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人很可怜 生病的人整天想找回自己的健康 失业的人整天想找一份工作 伤心的人总是想我要找到快乐 失望的人总是天天在希望有转机 能够找回自己的希望 我们一生几乎都是在为找事业 找朋友 找财富 找名利而忙碌 甚至我们的一生一世都在寻找 仍然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实找来找去 我们应该找自己的本性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是我们自心之本了 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良心 找不到自己的佛性 你有了健康也会丢失 你有了事业你也会失去 你有了快乐也会得到更多的痛苦 要学会成就内心的征服 有一句寄语说 佛在灵山莫远求啊 灵山就在路心头啊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宿 就是告诉我们 佛在哪里啊 就在你的本性当中啊 你去跟别人求 跟别人学 其实就在你的内心深处 有个灵山塔 因为这个灵山塔 你就一求就灵啊 你只要好好地在灵山塔 修你的功德 你就会圆满地在人间啊 师父说了 路心本性观自在 九世佛心藏真地啊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这几句寄语 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们人本身就有一尊本来佛 那叫自信佛 但是我们人为什么会找不到 而在色寿想形式当中 慢慢地追逐那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欲望 而迷失了自己的希望啊 所以我们人就是很可怜的 在外境当中找遍外在的一切 却忽略了自己内心本性的珍宝啊 空在世上 几十年都找不到自己真正的 我在哪里 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活在这个假我当中 天天为了面子 为了虚妄 去跟别人斗 跟别人争 这就是我们不懂佛法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德能的人 有智慧的人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心态 有道德的人能够安排好和别人的关系 要向心内寻觅你的真正的佛性 你就能成就你内心的真佛 所以要点亮好自己内心的佛灯 我们现代人经常强调 进化环境 进化社会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从 进化自己 进化心灵做起 所以心灵法门 就是从进化心灵的佛性开始的